哈哈哈 哈哈哈 呵呵 它etics 你不是说你来不生吗 成功 成功 我们俩lerini拿家 你好你好 男生女孩 你好 哎呀 就是我们男同学 我们都是图蛮同学 拿大同学集会 来来来 孙秀英是李宁珠的好姐妹 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 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孙秀英作为李宁珠的闺蜜 她又会讲述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太棒了 当过我是不是 你俩都不有活 她知道肯定是 我知道她 我知道她 我们俩是她的对 不是 她还告诉我 她12号去杭州 讨论她那剧本 可能人家投资要投产 我来给你 我是想这是大事 我别耽误人家 你先别着急 骗我 是这样的 李老师给我提供了电话 说如果要找一个闺蜜的话 那一定是孙老师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 我打通电话之后呢 我得怎么让她知道孙老师来不了呢 我说孙老师啊 我们这节目呢 咱俩得共同撒个谎 为了让她保证猜不到您 我说你现在必须给她打个电话 就说您上海有事 你看哪个在下啊 我俩就开始研究 我俩商量了半宿 最后一致决定 还是电影节 这她肯定相信 然后过了三天给你发了信息 然后李老师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王老师 对不起你 我那闺蜜来不了 我心说我们俩把你骗了 不是 她说她有事 她根本来不了 我那个好吧 我那根本我就不漏 就是我根本就 你问我 三天钱 我才一看 你一出人吃饭呢 来来 还聊 还介绍 那她装理还不知道她能表演 完了 还闺蜜 我当时一来 我说完了完了 我说她这回肯定能猜着我 我说她那脑瓜特聪明 结果一个没猜着 完了 我老年吃了 但是这个最主要的是 我回答问题回答她 她没有人的主播 她的问题 她回答的 我跟你说 太有点忽悠人了 就让你脑子往那边响 那是啊 人家成功帮你往那边响 来来来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孙老师 你可以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 大作家 获奖作者 他在毕业以后 我们那时候就是乱七八糟的分 他分到煤矿工团 然后他就搞写作 一开始是 他爱人是搞摄影 他学的 在他们团里得照剧照 拍照片拍得非常好 对 反正现在写的剧本 这次得的是电影学院 学院奖二等奖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